充满争议的印度籍传教士扎基尔 我国究竟应不应该把他遣返回印度 这个课题呢是引起了不少的议论 那就首相马哈迪的立场来说 他不止一次提过了 他说我国不会贸贸然把扎基尔遣返回去 因为担心扎基尔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如今大家发现到 印度政府其实已经开口向我国要人了 那政府又会怎样回应呢 我们来听听外交部长塞福丁的回答 外交部长塞福丁阿都拉 昨天在国会为2020年财政预算案 进行部门总结时表示 印度确实曾经向我国提出 印度扎基尔的要求 而我国也会按照印度外交部长 结尚卡的要求 针对不遣返扎基尔的决定 对印度政府做出官方回应 当时在Bangkok 我继续在阿西亚 他们会担心扎基尔 他们还要求 把约组 给我们答案 赛福丁也强调 外交部将会和总检察长汤米图姆斯 共同商讨以及拟定信函的内容 以便给出最恰当的回应 我们将来谈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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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尝尝尝尝尝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